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有一对夫妻他们生了七个儿子 可是他们很想要一个女儿 所以他们就跟老天爷许了一个愿望 老天爷听到了他们的心悦 也真的送给他们一个小女儿 这个最小的小女儿生下来的时候 虽然长得很漂亮 可是她的身体却非常非常的虚落 爸爸跟妈妈很担心女儿会活不久 所以他们决定要为这个小女儿施行洗礼 父亲就告诉大儿子赶快到井边去打水来 其他六个儿子也决定跑去一起帮忙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你争我夺的 想要第一个打水给可爱的妹妹 黄乱之中他们把大水罐挤掉了井里面去了 这一下七个哥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互相你看我我看你 呆呆地站在井边 父亲跟母亲发现七个儿子去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回来 一定是贪玩 他们一定是贪玩 把打水的事给忘了 父亲又急又气 不由得大骂了起来 说这些儿子都该变成乌鸦才好 没想到他才刚骂完 就听见头上一阵 呱呱的叫声 爸爸抬头一看 有七只像眉一样黑的乌鸦 往远方飞去了 没想到自己的气话 竟然变成了真的 失去了七个儿子的父亲 心里非常难过 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 唯一庆幸的是 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 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父亲还有母亲 总算觉得有一点点安慰了 小女孩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曾经有七个哥哥 因为爸爸妈妈从来都不在 小女孩的面前提起哥哥们 有一天有人对小女孩说 你是很可爱没错 可惜的是 你的七个哥哥却因为你 遭到了不幸 小女孩伤心地去询问 爸爸跟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父母告诉了小女儿事情的经过 最后为了安慰她 告诉她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 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小女孩仍然为了这件事情 非常的伤心 她在心里想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七个哥哥找回来 小女孩带着爸爸妈妈送给她的小戒指 还有一块长条的面包 一壶水 一张小凳子 她悄悄地出发 想要去寻找自己的七位哥哥 她决定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她都要让他们恢复原本的面貌 获得做人的自由 即使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也愿意 小女孩一边走 一边找 渐渐地天也黑了 满天的星星都挂在夜空中 每颗星星都好奇地 扎着眼睛望着小女孩 突然 有一个星星飞了起来 给了小女孩一片小木块 说道 你的哥哥住在一座城堡里 你拿的这片小木块 就可以打开玻璃身上的 那块城堡的大门 小女孩接过小木块 用布把它包好 她对小星星说了谢谢 又启程继续寻找她的七位哥哥 翻过了几座山 过了几条小河 小女孩终于找到了玻璃山 她走到城门面前看一看 发现门真的锁着 她赶快解开布包 发现里面的小木块不见了 小女孩懊悔极了 自己怎么会粗心大意 把这个重要的礼物弄丢了呢 她要怎么救哥哥 小女孩焦急地想着 唉 既然都已经来到门口了 总会有办法解决 她仔细地瞧瞧门上的锁孔 小女孩发现 跟自己的小拇指形状很相像 于是小女孩就把小拇指放进了锁孔里一转 没想到门居然被打开了 小女孩走进城堡大门 她碰到了一个小矮人 小矮人问她 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小女孩回答 我来找我的哥哥 他们是七只乌鸦 小矮人说道 我的主人出门了 如果你一定要等他们回来的话 就进来吧 小矮人开始为乌鸦们准备晚饭 她拿了七个盘子 均匀地放在桌子上摆好 每个盘子里都放好美味的食物 在盘子的旁边又放好七杯水 淘气的小女孩 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口 又把每一个小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口 最后 小女孩把她手上从小戴着的戒指 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 忽然 小女孩听到空中传来了 呱呱呱的叫声 还有翅膀拍挤的声音 小矮人兴奋地说道 他们回来了 她连忙躲到门的后面 想听看看平常哥哥们说些什么 七只又饿又渴的乌鸦 一进到门里面 就急着找自己的盘子 还有杯子 他们惊讶地鸣叫起来 有人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 我杯子的水也少了一口 呱呱呱 看上去是人的嘴巴 最小的那只乌鸦喝完水 看见杯子里面有一只戒指 她仔细地辨认着 她看出来了 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 她说道 哎 哥哥们 我们的小妹妹来了 我们就快要得救了 小女孩听到这里 立刻跳了出来 乌鸦们看见小女孩 恢复成他们原来的人样 魔法终于被解除了 他们开心欢笑地抱在一起 手拉着手 回到了他们温暖的家 爸爸妈妈看到了 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从此以后 七个哥哥 一个妹妹 还有爸爸妈妈 就可以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啦 小朋友 这就是出自于格林童话的 七只乌鸦 这个故事啊 其实也有电影的版本哦 这个电影是在2015年 由捷克这个国家拍摄的 主要的故事也是在说 妹妹去救哥哥 如果小朋友有兴趣 也可以请爸爸妈妈 带你们去找这部电影来看 这个故事啊 就是亲情之间爱的力量 妹妹对哥哥的爱 让他勇往直前 达林姐姐也有一个哥哥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 妹妹想要救哥哥的感受 就像如果今天我的哥哥 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会用尽全力去帮助他的 因为我知道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的哥哥也会用尽全力帮我 这就是亲情的力量 小时候虽然我们常常玩在一起 可能会抢玩具啊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啊 但是记得 兄弟姐妹 永远是你最好的伙伴 亲人永远是会在你最无助 最难过 最伤心 最失忆的时候 会无怨无悔的拉你一把的 就是你的亲人了 你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了 对达林姐姐来说 一切工作上的努力 都是希望可以让我的家人 过好日子啊 跟他们分享我的成就感 工作上的快乐 亲情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 希望小朋友喜欢今天的 七只乌鸦故事 我们下个故事见咯 晚安